伊莎姆丁的表演从介绍这根普通的麻省开始 她承诺会将她复活 伊莎姆丁将篮子展示给观众 表明篮子空空如意 魔术师将有生命的绳子放入篮中并开始施展魔法 魔术师的儿子安曼同时也是她的学徒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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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使用古印度的咒语来召唤超自然力量 她将一根没有生命的绳子伸到篷中 非常好 绳子升到了约六米高 阿曼 这边走 接下来的环节是伊莎姆丁将其子送入天空 和教育 爬到暗途的时候 魔术师要求孩子停下来 正如团说中的一样 在团说中 男孩并未遵从 他继续向上爬去 直到消失不见 干满犹豫了 这一次儿子服从我夫妻的命令 并藏了下来 一个数百年以来 孤树迷迷的猫兽 同心为耻 点赞百思不得解 让你生活更快乐